10月29日下午 亚历舞蹈学院舞展 在核桃市的安都尼山社区学院 表演艺术中心盛大举行 300多名学员在老师的带领下 展示了学习成果 精彩的演出赢得了现场振振喝彩 核桃市市议员秦振国等嘉宾 到场祝贺并颁发了贺壮 孙伟 朱俊英 周美梅 加州第56选区众议员候选人 Jessica Maritaza 加州第30选区参与员候选人 Mitch Clements等观看了表演 当天的演出现场作无虚席 学员们表演了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 芭蕾 拉丁舞 爵士舞和街舞等 扎实的基本功 娴熟的舞蹈动作 以及在表演中的感情投入 向学院和家长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成功的演出也让学员们增加了自信心 很多家长和舞蹈爱好者 为孩子们准备了鲜花祝贺演出成功 准备了基本上是三年的舞蹈晚会 我希望我们是一个靓丽的答卷 然后呢 我们的分校也在快一年的时间 现在已经举办了很多的舞蹈会演 舞蹈表演 舞蹈比赛 那我们学校的一个三个原则 就是老师尽心尽力 学生希望他们也尽心尽力 配合老师 然后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 传播在世界的各地 那我们更希望我们的雅力舞蹈学校 在洛杉矶能做出一个开花结果 这场晚会由沃纳总校和软球分校 共同完成 大概有三百多个学生 参与到这次演出当中 其中最小的小朋友四岁多 很感谢这些喜欢舞蹈的孩子 每天为了自己的梦想坚持习舞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相信付出就有回报 雅力舞蹈学院成立于2003年 有资深的舞蹈家教师 和舞蹈编导刘雅力创办 前身是洛杉矶县 和陶市国际艺术教育中心 通过刘雅力几十年的舞蹈 和教学经验及完善的教材 丰富的师资和科学的教学理念 雅力舞蹈学院 把东西方的舞蹈结合起来 为华裔青少年儿童提供系统的 舞蹈基本功训练 成为洛杉矶地区著名的 舞蹈教育和培训机构之一 多年来 不仅有儿童和在校的学生 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年学员 通过学习 多次在全国舞蹈比赛中 获得大奖 学院也受到了当地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赞誉 并获得了双白金 白金金奖 华夏电视台记者核桃市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